因應扫紙化及大專業校裁冊問題 10月8號上午台東縣議會召開 健全台東地區高中職及高等教育民意論壇 由議長饒慶林主持 民意學生聲援不足 而且我們的學生很多的時候又可能到西部去了 那我們的狀況會比其他的地方更嚴重 我們有沒有想過對這件事要怎麼辦 那麼又正好這幾年技職的體系非常的夯 那我們台東幾個學校在技職上其實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或在學校裡面 比如說我們的體育專項也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想一並請大家今天來討論 因為我們請的各位 人數並不是很多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人數不是很多 我們就是希望說在人數不多的狀況下 我們很請大家真的我們來認真 為我們台東的子弟想個未來 為台東的教育想一個解決的方法 東大跟東專這邊其實應該好好地做一個什麼 整病讓這個比如說讓這個專科的部分變成一個什麼 學院變成一個學院 當然不是說搬過去就變成一個學院 而是說搬過去以後形成一個學院 然後搬過去然後再另外外加一些東西 那就可以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把這個什麼七成 我估計應該是有七成的我們台東 台東的這個高中子畢業學生會有機會留在這個地方 來到我們季子教育讀的有一些是原住民的 有一些是極為弱勢的小孩 如果說我們念公立學校相對很少 你知道嗎 這些台東的子弟都要到各個縣市的私立學校 一開始他要負擔五萬塊的學雜費 五萬塊 他都要去助學貸款 然後大學畢業之後又22K 所以在這些資料裡頭 我們看到的是百分之十不升學 不是他不升學啊 我沒有錢啊 我在台東沒有相對應的職業教育的願像 可以讓我的學生來念 然後再透過當地的產業去做鏈結 我可以畢業的時候 就在當地的觀光或者是各個產業去工作 然後我也可以去念書 如果有一些弱勢的學生 可是就整個台東做一個區域的分析來看 台東只有一所高等的台東大學 而且他只限虎通喔 也就是他排除我們六層的台東子弟 未來不管是東磚可以變四季二磚或者是可以合併進去 我想都提供了一個門路給我們在地 我是希望中央也是我們地方的一個聲音 希望就是要聽得盡氣 就是說希望就是我們期望把東磚跟我們台東大學真正的要合併 要合併 那麼合併變成一個第四學院 那第四學院你也可以說是技術學院或者是說技職學院 我想這個名詞大家再來討論 但是台東人的信任 剛才兩位校長我剛才有感觸 我們為什麼要超過六十公里經驗數呢 我們要提供一個技職生的一個管道 那究竟呢 他如果合併以後台東專校就變成一個技職學院 他也是四年制的 那我們這個高職的畢業生將來就可以就近就讀我們這個什麼 台東大學 那台東大學也才是名副其實的一個綜合大學 未來招生情況會更辛苦 所以我們不管是節旅或者開源 行銷把我們的優勢整合式的 然後看怎麼樣來表現出去很重要 非常會重要 你只要好的行銷可以控學生不會外流 然後還可以吸引外縣市的學生 這是未來大概要發展的地方 我個人還是要強調一個地方上的教育資源的整合 不管是這種重的或者橫向的 是相當重要 比如說我們像高中子彼此之間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那台東大學願意做這個 這個平台 台東地區完全沒有是所謂一個科技大學 那以目前專科學校來看的話 他們以他們的科系失資 如果說能夠整併到台東大學 甚至成立第四個學院 所以技職學院 那把這個科系能夠讓我們的技職 我們的高中高職的學校有選擇的機會 那這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況 很多的家長 我以我們自己的學生 我們本校的學生 有些為什麼不要念二專 他們講的原因就是 我不想再考第二次了 我要直接到西部去念四季 所以我們講教育有選擇權 教育有選擇權 家長當然有參與權 部裡面本來就應該要照顧台東 而且台東 我們住在台東 他本來就應該要提供這麼多的選擇權給我們 所以不管我們要不要跟東大整併或做什麼 至少這個四季 他一定要想辦法提供給我們台東 甚至剛才談的商學院 商學院或怎麼樣 這是他們應該要的 那我覺得議長還有我們的民意代表 不要太客氣 我剛剛要連著吳校長所說的 觀山工商跟成功商水 無論如何一定要留下來 的原因是 這讓孩子有一個教育選擇權 有的孩子他就是沒有辦法到台東市來念書 不能因為聲援減少而把整個學校給裁掉了 那因為這個很多東西是相對的剝奪性 而不是絕對剝奪性 所以當我們在做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希望我們整個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其實是為孩子相對西部來說 為孩子提供一個完整的升學管道 饒育長在論壇最後就成一下三項結論 會後將盡數承報相關教育單位參考 一請國教署針對高中職聲援不足問題 及早研擬出因應政策 二為暢通技職體系升學管道 請教育部在台東地區成立二季或四季學制 三請教育部整合高等教育資源 盡快協助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整併成為國立台東大學的第四學院 李宇軒 黃青海 採訪攝影